一定要在12月31号 也就是后天星期三的时候 才拍摄 对 好 我们来看看他们三位带来的一些作品 首先看到的这一张 哦 我知道这是另外一位摄影师 摄影家他的一个杰作对不对 对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 就是城市的眼睛 我们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项目 就是iChallenge 精彩影像回顾一年 就是我们也欢迎参与者 可以将一整年的拍摄 就是一个主题照 四张到十二张 不过其中一张必须在12月31日拍摄 就像这位参与者 他本身就拍了太太怀孕的过程 一组的照片 对 一组的照片 主题很明显 这个婴儿咕咕落地诞生的情景 对 所以很可爱的 到了12月31日 那个宝宝已经长大了 长大了有头发了 所以他就跟姐姐和 就是宝宝跟姐姐一起拍摄 就很温馨的画面 对 好可爱 对 还有这张呢 这张是我们的另一位参与者 他就想捕捉就是 本地年轻人的一些业余活动 就是skateboarding 去年应该是那个条例放宽了 就是允许他们在比较多的公共场合 可以skateboard 能够将滑板这个运动拍这么有艺术的画面感 相当不容易 除了这张这位好像还有 好像蛮多系列的 对 这也是一个主题照 很快的我们看到了今天的第三张照片 这位是另一位参与者 他就想捕捉这个城市的一些 一些小人物的精神面貌 就像这位是买冰淇淋的这个uncle 所以刚好那一刻他就捕捉了那个神韵 就好像不知道他是在骂人 还是说他是在兜售自己的那个冰淇淋 有点像在骂人 对 好了 我知道今天嘉义跟三峰 也带了自己的作品 对不对 各自都对他们来讲意义重大的 是啊 请他们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好了 比方说我知道嘉义他选择这一栋建筑是 对对对 这是拉萨尔学院 拉萨尔学院 其实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栋建筑的时候 感觉是很震获 很惊喜 你这个是在马路拍的吗 我是在那个Multi Story Cup Up 停车场 你从几楼拍的 好像是五楼 我就去不同的那个高度去看那个 哪一个角度会比较好 所以走了三四层楼的那个停车场去看 我就觉得因为这毕竟在新加坡 你这种前卫的那种设计会比较少见 所以就很震获 讲到大巴窑去到那里 是啊 还有新旧交替 你这张也是一个挺好的代表 当时去拍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热气球不久的将来就会消失了嘛 可是那个回教堂呢 却能在那儿屹立不倒 所以就那个相应程序 所以觉得拍下来蛮有意思的 是啊 而且两个的形状这样子看 整体感觉就很搭 对 就是一个在左 一个在右 而且它颜色的DHL是黄色的嘛 可是大黑白看不出那个颜色 嘉义喜欢拍的是建筑耶 我发现 是啊 而且它的这个 好像你刚刚讲的这个光线的采用呢 就是很讲究 就差不多是那个热络之前那一两小时拍特别好效果 我刚刚这样看我以为是真的明信片 因为效果很好 它的整个的橙色啊 还有呈现方式 还有一个地方对我们大家印象应该也蛮深刻的 唐城 唐城 好 我们看到了这张照片是张先生的作品 对 当天我就是去年2007年 最后一天很少就出发去唐城 然后因为我知道有做研究过 我看过有些人进去唐城里面拍 因为已经变成一个废墟了 对 废墟了 而且很像也是被火烧过 我们些建筑 所以就偷偷溜进去 去Explore一下 很像去Adventure去看看 然后就发现里面的东西实在太美了 而且在前阵子也是有读到唐城要被拆除 建成一种Holiday Resort 还是Spa的东西 所以觉得是很可惜很可惜的东西 所以趁这个最后一天来拍摄 记录下来让大家一起去分享 被关了差不多有十年的唐城 面貌是这样的 你可不可以说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流进去的 我走过唐城的外面一圈 发现到有一个门 木门是松着 可以开了就流进去 就关回了个门 OK 大家没有看到 可以停止拍 就是对一种摄影的热忱 是 举办到今年 其实今年是第七届了 摄影的标准 我相信他们都具备专业水准 怎么挑选 很难 挑选其实很难 不过其实还是以内容为主 就我们完全不看技巧的 就其实有趣的地方就是参与者 他们必须填表一个时间表 就是在拍摄的时候将时间地点 还有拍摄的那个理由写下来 这个有助于我们在评选工作的时候 因为可能有些照片看起来很普通 不过就是当你读了他们的一些感想 你会认为说 对 这张照片其实有它的意义的存在 是 而且除了这方面之外 我知道你们也相当热心工艺 还举办了活动教导残疾人士 如何使用摄像机 那后续的计划会是 OK 12月31号 我们会带领一群残疾人士去拍摄 大概有十多位 然后之后就会看他们的照片 以后可能会做一些展览 对 毕竟我们知道这个摄影 可以算是第三只眼睛 在按这个快门之前 其实我相信这个摄影者 心里面都自己有 就是引导他们要拍摄的一个关键的原因 是的 可以诉说千言万语 马上来看看这次的活动的详情 让大家更加了解 城市的眼睛 摄影活动 那举行的日期是12月31号 这边有一个电邮 不妨可以询问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i the city at yahoo.com 留意了 e y e c i t y at yahoo.com 另外在网址方面 你也可以上网到 e y e e c i t y dot multiply dot com 在上面也可以查阅到更多的详情 三个日期提醒您了 12月30号 明天是这个登记日期 在后天12月31号 是活动的拍摄日期 以及在1月1号 来临的星期四 是成交您的作品的日期 留意以上的三个日期 是的 希望所有的摄影爱好者 也可以共享盛举 在这里也再次的感谢 三位嘉宾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 谢谢 希望我们在这个31号 拍出其他的非常优秀的摄影作品